大家好 我是五仔 這一節繼續說說李文 他的離世 令到報紙大篇幅地報導他一些生前的事跡 有些你不知道 他不是這樣離世都沒有人拿出來說 除了看到他人生很坎坷 其實他一直就算做天后 也不太平坦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的廣播 我們這一節會說什麼呢 例如李文 原來生前是擔正電影做的女主角 唯一一部 可以說一下 專門做男主角 另外說他除了有腳的問題之外 最新的流出說他半年前患有乳癌 在抗癌的路上只有他姐姐陪他 他老公知道他有病 還要約女兒去旅行去玩 這個不能夠共患難的男人 他 追求他和他結婚 我想他也是告訴別人我老婆是明星的 但是他不是真的愛 他純粹拿來當他名牌地拿出來 但是當他身體不好就放棄他 或者他很好的時候 他還是外面有其他女人 到現在沒有人訪問過他 不過說他兩個女兒 那個社交平台已經全部停了帳號 因為 因為很多人衝進去罵他兩個女兒 就說是兇手 其實關不關事 你說在婚姻那裡去稱 男人當然不對 但是因為香港的離婚率也很高 接近六成的香港的離婚率 但是如果你說離婚就要輕生的 當然不能夠 因為很多人死 其實這次真的有一些 想了一邊 因為這些事情現在在現世上是很普遍 有一點點對那件事是轉了牛角尖 所以我們今晚的佛禪也會跟大家開解一下 我自己看完我也不開心 其實說真的 因為越看他的新聞越看得多 覺得這個女人李文Coco Lee 她只是人前快樂 經常笑面迎人 但是她的經歷 她的內心根本上都是很苦的 是一個悲劇人物 我們慢慢研究一下 說說她原來想有寶寶 在結婚的十二年 人工受孕九次都失敗 要自己和自己打三支針 有錢也生不了 每次無法懷孕生子 她有個母親的夢想 但是試過九次都是失敗 不成功 她老公和她在香港出席香檳派對 接受過訪問 說在紐約做過人工受孕的經驗 她說很辛苦 所有女士做這個療程都很佩服 她是要打針 平時打十至十四天 她最後要打三個星期 她是超過其他人 因為她身體沒有反應 後來又反應 再打多一個星期 不停打 不停打 打針 鼓鼓的賀爾蒙 最後做了抽卵手術 但是這個過程她要自己去打針 要打三針 有一針很粗 很粗有長 自己刺自己 她說她本身覺得自己做不到 但是後來她覺得 You have to do it 是要做的 但是她最後還是生不了 她分享了人工受孕的經歷 她說很想生兩個 她說希望可以生兩個 但其實她有也好 她是天賜給的禮物 最後沒有也不要緊 她是天意 她說希望有 她很想有 很想成為媽媽 但是最後她得不到 所以這些事情 你沒有的時候 可能是想有 有的也不想要 其實人的快樂在哪裡 這裡多說一些 就是沒有的 你沒有的也想有 窮的也想有錢 逼了一隻腳那些 想有兩隻腳 盲了那些想看東西 其實每個人都是對自己 一些 未曾擁有的東西 是有一種幻想的 是的 Coccoli 不過她生了這些 幻想和妄想 其實 經常覺得自己得不到 得不到 本來也無一物 何處惹塵埃 對不對 那我說得不得到 這些隨緣的 我肯定沒有 沒有小朋友 但是我又不會覺得這個是苦 所以這個是看她個人的 真的好看個人的 另外她其實去到這麼大的明星 在內地 因為批評中國好聲音 她說中國好聲音是不公平的 遭到報復 被迫強引腳痛 還要掉到地上 為何這麼嚴重 遭這個節目組報復 是不是 看看 先看看 她說 因為大陸的網友 翻出她過去 就是 中國好聲音 錄製現場 為選手爭取權益的片段 就說 當時的電視台 製作人 臨時 改走位 令到她本身已經有腳疾 她的腳是不行的 是痛苦地跌落地 原因是 在現場發現得到73分的選手 有第二次機會 但是88.3分的選手是沒有的 她當時質疑工作人員 要求有一個透明的制度 如果不是這樣的比賽 是不公平的 她想不到這麼正義的舉動 在這個節目的時候被人報復 是的 她說當時跟另一個男人一起表演 她玩著手出去唱歌 就是不希望別人看到她腳傷腹發 誰知道節目組不讓她 不讓她玩手出來 其實別人也知道 她跟別人說了 一早就說了 就說 我要跟那個王澤鵬 繞著手出來 等有個男人頂著她 但是 後製那裡 一個之前投訴 就說不公平 說中國好聲音 改她 不讓那個男人繞著 你自己一個就出來 這樣 她也很盡力 覺得她也是被人欺負的 李文很盡力地唱完自己負責那一部分之後 就直接 掉到地上 為了不影響 那個王澤鵬的比賽 她忍著痛 繼續跟她和音 你看播出的版本看不到有異樣 是因為音源部分本身是採牌時補上去 那時候的粉絲很生氣 在浙江衛視 要出面道歉 說明這件事 要快點道歉 發生什麼事 但是 他們採你也傻 沒有說過這件事 提也不提 所以中國好聲音 發文哀悼李文的時候 這件事就被人抄出來 然後網友就痛批 垃圾台 節目垃圾 他說現在社會好的人 就是被辜負的 太黑了 提出你問題 竟然還要整股李文 明知他的腳不行 還要這樣他 對了 這些不公義的事 經常發生在李文的身上 生不到寶寶 被人欺負 作為巨星都還要被人欺負 還有 就說他 也有癌症 也有新的乳癌 其實 一個人不開心 我們經常說養生 我都說 一個人不開心他的病就來了 細胞會變 對 一個人開心就沒事的 一個人開心什麼病都沒有 但是一個人不開心 那些什麼病就找你的 癌症這個是大忌 這個情緒會影響到細胞變異 還有你一個人不開心 那些平時 日常生活都不是太檢點了 吃飯沒有定時 睡覺就不會早睡早起 沒有什麼運動的習慣 各樣的 令到人就 唉 亂了 其實最主要是不開心 開心就無所謂的 開心就無所謂的 你看明星爺爺爺爺爺爺 沒事沒有病 在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李文 喜歡做的事情 就是做歌手 在中國好聲音都要被人玩 真的很可憐 真的很可憐 看他從小到大 那個經歷都不太好 他唯一 他最順利的就是 他真的是真材實了 他真材實了去贏 亞軍 叫做新秀 然後 歌曲又HIT 出來的人又紅 紅到外國 那 導演李安 沉痛回應 曾以這首歌把他推上奧斯卡舞台 因為他是 國際巨星 就唱了 李安撿到我虎藏龍的一首歌 A Love Before Time 因為李文本身他是 其實他媽媽幫他很多 小時候被他去外國讀書 是移民成家 他留你的英語 他可以同時演唱中文英文版 更加登上奧斯卡演唱這首歌 李安亦透過助手 回應了李文這件事 李安導演說 聽到李文的消息非常震驚 印象中她是一個很開朗的女人 回憶她錄製 俄虎藏龍中英文片尾曲的時候 她一切令人如月 連上奧斯卡頒獎禮前 她說 我是第一個上奧斯卡唱歌的亞洲人 我一定要用心搏命唱 最後李安是再次感嘆表示 是懷念她 是懷念她 她的才華是受人肯定的 但是可惜她那個 她的人生是很... 怎樣說呢 她除了做事的成就之外 你想想她 在愛情 她不解 只能說 就是這樣說 就是這樣說 如果女人和有錢人一起 那些有錢人在外面滾 也不是... 不是意外的事 但是對她來說 所以這是... 那些網友覺得很... 真的很可惜 有網友就說 錢又不是沒有錢 為什麼這麼傻呢 她只能說她是... 就是真心交 如果這樣說 太真心了 對這些有錢人 逢長作慶 就是別人喜歡你什麼 你是一個什麼身份 為什麼別人會喜歡你 就是各樣 就是想了牛角尖 想了牛角尖 其實自己一個人 他如果享受到那種自在 就不是自己在那裡的時候 就痛苦了 他就是自己一個人的時候 他覺得寂寞 對 所以你看他有很多朋友 跟著他表現得很開心 唉... 真的沒辦法 所以經常說要有佛緣 有佛緣 就算寂寞的時候 也是享受那種虛空 你享受虛空 和你覺得寂寞是兩回事 一個是痛苦 一個是... 自在人生 但是他就是這樣 所以他姐姐也說 他在愛情當中 然後就... 感情失敗 令到他有抑鬱症 講一講李文有套電影 他是唯一一套擔正的 如果你們很... 懷念他 應該可以看一看 我經常覺得他的樣子 其實挺... 挺可愛的 挺可愛的 因為他很好笑容 這個女人 而且是很... 華人的樣子 對了 我說他... 還拍戲 是代勇捱 這部片 叫做自如自樂 在Coco的一生裡 全部奉獻給樂壇 都唱過很多電影主題曲 但如果電影呢 其實就是唯一一部 擔任女主角 男主角呢 就是... 尊龍了 李文曾經表示 他拍這個電影 很大的程度 就是因為尊龍而已 他說為了拍戲 還差點跌到懸崖 因為... 是不是因為他英俊呢 如果有他就... 拍吧 他也挺喜歡劉德華 我當時聽過他唱《天若有情》 他也喜歡一些英俊的 美女當然喜歡英俊 李文那部電影就是演村長的女兒 村長的女兒有一個演員夢 尊龍就是扮演... 扮演什麼呢? 扮演他的... 演一個角色 是他的暗戀者 尊龍暗戀 Cocolia 他當然是你的反應 為了實現村長的女兒的夢想 就想了一個辦法 就是... 舉全村之力 拍一部像餓虎藏龍那樣的古裝武俠片 由尊龍和他做男女主角 電影之名... 其實是... 就是以電影之名 就是告白之情 也挺老套的 劇情 Cocolia 在電影中 有多個經典的造型 就是扮演女俠 令人印象深刻的 其實他也挺有格的 但我真的沒看過他演戲 當年這部電影評分又不高 但劇情也挺有意思的 一班非專業的村民一起拍 電影中看到背後的真誠 以及對那件事的渴望 搞笑之餘也有感動的位置 感動的劇情給大家 今天先講到這裡 Cocco的時跡 看看新聞還有沒有什麼 說給我們聽 因為很多都是報紙說我們才知道 今天講到這裡 我們繼續懷念李文小姐 下次再談 拜拜